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考上了鐵路特考 來這邊是我的成績單 那我考了72.83分 這是我的總分 那麼今年的錄取分數是64.5分 所以我已經高於這個錄取分數8.3分了 然後成績排名是第9名 那非常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這個喜願 那麼鐵路特考它的等級是分為 高原級、原級還有左級 那麼做一個類比呢就相當於高考、普考還有初等考 所以說我考原級大概可以對應到普考的這個標準吧 那麼說厲害呢也沒有多厲害 我只是整個鐵路特考下面的運輸營業考科當中的原級 這個部分 那麼錄取率大概往年來看大概都是在10%左右 那麼我是在今年228連假之前離職的 然後鐵路特考是6月下旬就考試 記得好像是18號、19號吧 那麼我呢花了3個半月的時間 然後幾乎零基礎 因為大學是念企業管理學系的嘛 非交通相關的本科 那沒有補習、沒有買寒壽的課程 每天認真念書的時間呢可能不到3個小時 那這邊呢會秀出我的Forest App 就是一個可以記錄專心番茄中時常的App 可以發現到每天的認真念書時間呢 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呢當時候考完事後的幾個星期啊 網路上呢就陸陸續續有參考答案出來 那麼自己呢就稍微估算了一下 發現我好像可以上哦 那麼估計自己大概是68.8分吧 然後比對過去4年的錄取門檻的成績 平均起來啊門檻分數是58.75分 哎呀但是我想我是不是自己估算太高了 就是自我感覺太良好 而且其實今年的需用人數呢只有46人 那麼過去4年的平均則是91.25人 所以呢需要的人數啊今年啊少了將近快要一半 錄取門檻的分數呢應該也會提高吧 又因為如我前面所說的嘛 我沒有去補習 自然呢也沒有人能夠幫我改升論題 如果我有練習答題的話 所以呢乾脆就也都不練了 也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自己考試的時候 這個深論題的回答大概會拿到多少分 完全沒有概念 所以呢真的不覺得我有辦法上岸 當然放滿的時候呢也是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啊 也老實說覺得自己啊蠻厲害的 非常的開心 不過呢也提醒自己不要太得意忘形啦 那麼我為什麼會選擇不去補習呢 上網看的補習班的價格 那不管是現場的上課還是買寒碩的課程自己看啊 全課呢都非常的貴 都是好幾萬四五萬以上 那我真的是花不下去啊 所以呢最後我只花了兩千多元呢 在伯克萊的網路書店買書 然後後來我還差一點被詐騙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麼我冷靜之後呢 我認真思考了一下 為什麼可以達成這個人生的里程碑 那麼我總結成以下三點 希望可以給同樣要參加國家考試的人呢 一些想法也是一種勵志的鼓勵 那麼第一個呢就是要選擇有興趣的考科 為什麼要選擇有興趣的考科呢 我們每個人呢幾乎都受過從小學到大學 15年以上的教育 應該都有體悟到啊 念書其實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一直以來呢學習的科目啊 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所不感興趣的 不要說念書了 把書翻開啊都抑鬱 但學生時代的時候呢 最喜歡偷偷的看起這個小說漫畫嘛 一天一本都不是問題 所以啊我們想要念書速成有效率的話呢 鐵定呢是要從自己感興趣的考科下手 那麼像我就很喜歡讀這本鐵路運輸學概要 因為裡面呢有很多 比如說這邊呢有介紹各國的高鐵系統 這部分就讓我非常的感興趣 那我也會針對我有興趣的部分呢 在上網或者是到YouTube等等的平台呢 看相關的影片 即是所謂的第二點 善用網路學習 這麼說好 其實補習班啊之所以會存在 而且屹立不搖一定有它的道理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呢在於 有很多比較專業的知識 一般人翻翻書啊 其實很難get到所謂的知識點 甚至是連看懂的都很辛苦 像我在念這個名法的時候呢 我提悟是最深刻的 看錯根本就看不見 舉一個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啊 一般這個話是這麼說的 債權行為不已 行為人有處分權為必要 身為一個法律觀念0的小白來說呢 別別都是中文嘛 卻好是在看火新聞 總之呢我很幸運的在YouTube上面呢 找到一些教學的頻道 對於我在學習民法或者是企業管理等等的科目呢 的知識更方便有效率 愛看幾次教學呢就看幾次 看著看著呢也就通了 至於是哪一些頻道呢 我稍後也會做詳細的講解 那麼第三點就是要選對戰場 什麼意思呢 舉例我自己的情況是對數學很不在行 所以牽涉到數學啊圖形之類的 比如說經濟學我就要避免掉它 可以發現到同樣是運輸營業的考科 高原級啊比起原級在專業科目的數量上啊 除了多了兩個考科以外呢 就是有要考我這個必至唯恐不及的運輸經濟學 以及高原級呢要考的是運輸學 而不是原級的鐵路運輸學 從字面上就可以發現到高原級考的這個運輸學啊 它的範圍呢不只包含了鐵路而是更廣泛的 還有啊我大學是念氣管系嗎 原級竟然要考企業管理概要 所以呢應該念起來會蠻快的吧 嗯其實好像也沒有 總之呢要比游泳的話呢 花豹在水裡游泳啊鐵定不是最快的 要比爬樹的話呢又有多少動物可以爬贏猴子 啊抱歉啦我這個比喻呢好像有點愚蠢 但很好懂對吧 多去了解自己善用優勢避免劣勢 選對戰場選擇比努力更為重要 才能事半功倍趨向成功 好那麼接下來影片的後半段呢我來稍微分享一下 針對各個科目我是怎麼準備的 相信呢也是有很多可參考性以及創意的 我相信啊人生就是一連串的實驗及實踐 真理是可以經由反覆實驗論證的 那麼首先呢來講一下這個明法 那明法的架構啊我簡單講一下 明法有分總則篇 載編總論載編個論 不全編親屬編還有計程篇 明法這個科目的考法是啊 深論題跟選擇題各半 那麼由於明法是1300多條 很難像鐵路法76條那樣每一個條文都去把它背起來 加上比如說同一個題目啊 你或許可以用多種不同的條文去序名 雖然有一些是法律上習慣的偏好用法啦 就只能多看多了解 所以呢我的建議是先把觀念建立好 內容吸收好 先不用去死背條號 選擇題先拿到分呢是最可以把握的 那麼深論的部分呢 如果條號確切是哪一條背不起來就先空著 把內容寫出來呢也是能拿到一些分數 像我的話呢到了考試那天呢 還是沒有辦法正確的寫出條號 那這邊要講的是呢 我在YouTube上面有看到一個頻道 是這個楊智傑老師 然後明法的部分呢有關明總啊 債總債各 老師目前都有陸續的再更新都還蠻完整的 只是比較可惜的是後續的 比如說物權親屬繼承編呢 都還沒有製作相關的專門教學影片 但是法律這種東西啊 基本上都是環環相扣的 比如說債編很大一部分呢 都是在講所謂契約的關係 並不是一般人下意識的認為那種欠債 所以說債編的內容 契約之類的 也都跟人有沒有某物的處分權呢 有關係 所以其實老師的影片在講解 立體的時候啊 所包含的範圍很廣很完整 再搭配上我有這個YouTube Premium嘛 所以運動的時候啊 洗碗的時候啊 洗澡的時候啊 當錄音帶循環聆聽 聽到都可以背起來聽到熟透 久而久之呢 觀念就通了 所以呢 基本上學習名法 我都是在網路上學習的 參考書的部分啊 我曾經也嘗試閱讀過 但是 真的不建議沒有補習的人直接去練 根本就看不太懂 那我也覺得很容易去理解 錯誤一些法律的用語 像我剛剛提到的債 契約這樣子的關係 但參考書的價值就是 後面有很多的 考古題跟詳解啊 可以去練手感 那另外我也會整理出一些 我認為常出現的 調號在便條紙上 考前呢 都貼在這個牆壁上複習 那考試當天就像這樣 貼在課本上 帶去考場 這種就看個人的習慣囉 好 再來呢 我們來聊聊這個 企業管理這個科目 老實說參考書的部分啊 我也是念不太下去 很多內容呢 都比較冷門 卻又都被列得出來 管理學啊 也是一門科學嘛 隨著時間的推移啊 由古至今有很多的學者 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學派 論點跟原則嘛 其實有很多東西啊 其實太細的 也不太會考出來啦 我覺得 比如說這個267頁啊 有關廢謠提出的 這個管理14的原則 這邊還標註了參考 這些內容你們 會覺得真的要去背嗎 總之參考書呢 就是有很多東西看起來 就是看過去而已 所以其實 蠻不踏實的 所以我後來的做法是 我再說明一次 我大學的時候就是念 企業管理學系的 所以呢 我會從頭開始翻這個參考書 然後我用掃試的方式啊 把一些標題 腦海中閃過的 大學時期有接觸過的名詞啊 把它挑出來 然後再找資料 網路上的呢 我還是偏好看YouTube的啊 影音比起文字我更喜歡 那YouTube頻道的話呢 我會推薦這個 鳳學區 有很多的相關名詞的解析 都蠻不錯的 只是呢 好像都沒有再更新的 有一點可惜 然後呢 就整理成筆記 總之呢 最後的成果就是 這幾十張紙的筆記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我再弄成PDF給大家吧 蛤 那我自認為我的字啊 是寫得非常的賞心悅目的 然後我平時在家裡唸書啊 其實也沒有辦法 太專注的一直做在書桌前 所以呢 我就會手持著這一些重點 做重複的研讀 然後搭配室內的階梯訓練啊 室內的步行 一邊運動一邊唸書 一甘利用 門拉甘洗口 一舉兩得 然後一樣的搭配著參考書的考古題 還有詳解 以及網路上找更多的題目來看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對於企業管理這個科目的準備方式 好 然後再來是鐵路法 這個科目呢 可以說是最容易準備 卻也最難準備的科目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基本上看過歷年的考古題 就可以發現到 就是把76條全部背下來就沒有什麼問題啦 雖然有一些年度會考一點點比較例外的 像是鐵路行車規則裡面的一些條文 但這些附屬於鐵路法的各種規則或者是辦法 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跟經歷來面面俱到都兼顧到嘛 不過我倒是可以給大家提點一下 這個鐵路行車規則常考的部分 大家可以注意到第122-1、122-2跟122-3條 就是有關於重大行車事故 一般行車事故 還有行車異常事件的定義 那麼鐵路法我最終是考出了94分嘛 它大大的幫我抬高了平均成績 那前面說這個科目也是最難準備的 因為我考前的這個熟悉的程度呢 是達到可以明確的背出哪一條跟其對應的內容 寫出來的內容呢 也離這個本文相似程度可以達到90%以上 所以說其實也能看出我花了蠻多的心力在背送 那麼背書的話呢 我推薦大家一定要善用諧音或者是圖像的方法來記憶才可以記的長久 比如說第17條呢 是有關於電話鐵路的電能供應內容 那麼我怎麼記呢 大家網路世代嘛 所以應該都有聽過所謂的什麼17直播吧 直播主不是都很漂亮嗎 所以17直播主放電 那再比如說18條是有關於設置管線勾曲施工的內容 那麼呢 因為最近呢 有在學韓文 所以我就用了 唉18嘛 西八 常聽到韓文罵人的話我就不明講了 然後當作是一個發語詞 唉 西八 管線勾曲有點噁心 這樣子的諧音記憶法 那麼還有像是第21條的內容呢 是有關於國營鐵路得辦理的附屬事業 那我就繼承大學備二一 所以呢要搞副業 好希望這樣子的記憶撇步跟舉例啊 有辦法幫助到大家囉 善用與自己生活的連結來背送書本啊 效果是最好的 那讓我們進入最後一個專業科目吧 最後一個科目是鐵路運輸學概要 必須說這個是我最喜歡的科目了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鐵道迷 平常就很喜歡看鐵道相關的youtuber 像這次呢 有考到問說台灣的鐵路系統當中 列車的動力來源呢 有哪一些不同的形式嘛 那可以發現到滿分25分呢 我拿了21分 這題啊 我算是平常就有在關注各種列車跟他們的型號了 除了最近大家越來越熟悉的 已經在陣線上面行駛的EMU3000型 新資講到列車 以及所謂的最美區間車EMU900之外呢 台鐵自2015年起的十年購車計畫 其實還包括了即將引入的 日本製E500型電力機車 以及瑞士的R200型柴電機車等等 那麼有一個高中生youtuber啊 叫做查爾斯 就做過了很多講解鐵道車型的內容 那非常的有趣跟實用啊 有興趣的話呢 大家也可以去他那邊支持一下 其他訂閱數比較高的鐵道型youtuber呢 像是鐵道事務所啊 還有黑皮 更是做過了很多很多有關於鐵道的一些議題 比如說最近討論度也滿高的 前瞻計畫裡面呢 有提到關於基隆捷運的議題 以及各縣市捷運規劃之類的等等 那麼我也看了比如說 志祺七七的頻道啊 做過的台鐵公司化 太魯格號事件等等的內容 以及呢也時不時會去行政院的網站 看看前瞻計畫或者是其他 軌道運輸建設相關的資料 網路式代碼 平常有熱神的話呢 就可以多研究自己所感興趣的議題 比如還有台鐵的 東西布幹線有長達 35公里的重疊路段碼 從這個樹林到七堵 還有像套圈圈遊戲之類的 快要消失的 目前只存在於平息線 及極限的支線 電氣路牌壁設 總之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然後今年還有考一題 是要考生說明 如何由列車時空圖 獲得停戰時間 以及列車的班具 那我要跟你們說啊 這個列車時空圖 很久以前呢 我就在 應該是在看Discovery的時候 有介紹有關日本新速車站的時候呢 就有看過 然後大學暑假的時候呢 我在台灣高鐵公司實習過 講師呢也有講過 所以觀念上呢我是通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料想到會考這個 所以考試的當下呢 我就用我自己的畫去續名 然後還用鉛筆呢 畫了簡易圖來輔助說明 結果竟然25分都全拿 那真的是 感謝宇宙感謝自己 興趣真的很重要 選對戰場呢也很重要 OK那麼接下來 稍微講解一下兩個共同科目 首先是這個國文考科 包含了作文公文與測驗 作文的部分啊 滿分60分 我只拿了39分 坦白說 稍微有一點不滿意 因為我自認為 我滿會逼逼扯扯的 畢竟要拍影片的話 也需要寫大綱 也需要寫稿嘛 然後公文的滿分呢 是20分 然後我只拿了11分 其實過去一年 我在市政府工作過嘛 當時候我也自認為 至少在邏輯上 或者是用語上都還行吧 工作的一個必須的工具 結果考出來呢 好像也沒有特別好 我可能還需要參考一下 考試的時候怎麼寫 會比較好吧 然後選擇題的部分啊 就拿出一些 考大學學測的記憶吧 不要想太多 直覺的去選擇答案 最後呢就是這個 法學知識與英文 因為全部都是選擇題 所以我的做法呢就是 多練題目 那錯了就找答案 並且把它學起來 好以上就是整部影片的內容啦 這一部影片呢 我想要傳達的概念就是 就算沒有去補習呢 也是有可能可以上榜的 面對國考的心理壓力 絕對是不小的 那希望藉由我的經驗分享 也可以幫助到一些人 如果什麼想問的問題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有時間的話呢 我會好好的回覆的 如果喜歡我的筆記呢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人數多的話呢 我就把它們整理成PDF給大家囉 那我們一樣 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會說 好了 ongo人 有